主动把C位让给别人 自己默默退到边上 这教养真不是一般好 蔡徐坤随着大部队上台领奖 走到中间时 发现人有点多 小小的舞台都快装不下了 蔡徐坤很是主动地退到一边 把C位让给了新兴进小花门 胡歌撑着伞气势十足地走上红台 拍照时看见粉丝站在雨中很是心疼 下一秒 直接把伞收了起来 咱就说这素质 放眼内鱼 有几个明星能做到 朱一龙上台领奖 刘德华伸着手一直请她站到C位 自己站在话筒一边 没有越举一步 搬完奖又赶紧拉着宁静走了下去 生怕多停留一秒抢了朱一龙的风筒 刘晓庆给西美娟颁奖 把西美娟推到了一边 把C位留给了自己 然后又把奖杯高高举过头顶 本该搬给西美娟的奖杯 这一刻仿佛成了失神 黄轩跟着剧组走红台 拍照时 本该站在C位的女演员 在黄轩的要求下 退到了一边 站在一边的黄轩 此时却站到了C位 啥也不用多说 小心机再明显不过 寿星杨颖被主持人轻点站在C位 妮妮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 直接走过来站到了杨颖的前面 明目张胆又霸气地抢走了C位 原本已经摆好姿势的杨颖 只得退到后面 最后只露出了一个脑袋